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英國時間的昨晚我出席了倫敦 出席了末代港督彭定康的一個80歲生日會 有幾百個香港人 主要是香港人在一間教堂裡和他慶祝生日 這是一個籌款活動 我坐在那裡一邊聽他說話 看看我旁邊的香港人 我感覺很奇幻 他已經離開了香港二十幾年 將近三十年了 大家知道他九七離開了 他最後任港督 但是香港人仍然對他很愛大 而且很掛念他 也有人是千里迢迢 真是千里迢迢迢來的 有些人在加拿大來 特定想見他一面 為什麼呢 為什麼彭定康這位末代港督 這麼值得香港人掛念呢 待會回來再說 各位 今時今日呢 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是現在有 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 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一下我用開的 Nord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六十個國家 總共有五千四百個 Service 自伏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子 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 挺好用的 這個生日會就在倫敦一個教堂舉行 教堂真的很漂亮 我有些片拍了他發言這個過程 還有跟他慶祝活動 當然因為香港人去這些場合 無論是示威也好 或者其他場合都不太想出鏡 我拍的片只有彭定康 還有在台上其他嘉賓 沒有其他香港人 因為沒問過他們同意 他的樣子當然不可以出街 在現場氣氛都相當溫馨 不說得很熱烈 有人跟他唱生日歌 有人排隊跟他合照 有人送禮物給他 有人拿本書 有很多人拿本書給他簽名 當然我去的目的 想見一下他之外 當然是想聽他說話 畢竟已經80歲了 他在台上 在教堂中 通過麥克風 我錄了一些片 有80歲 80歲了 當然是體力是差一點的 不過他站在台上 二十幾分鐘的演說 即即發揮 沒有任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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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說回他在香港做事 為何會在香港有這個 沒台港都這個工作 其實他在香港記錄也有寫的了 就是說他選BARF的時候 就輸了 本來如果他贏 當時的英國首相 馬錯安是會找他做財相的 不過輸了 馬錯安就跟他說 英國大家也知道 內閣成員一定是國會議員 才可以這樣 跟他說他要不要去香港 做沒台港都 當時他就扮 扮了事情 回去想想 後來當然答應了 他的形容 在香港的五年 是他人生最快樂的時光 他的小女兒也在香港 接受中學教育 香港的中學教育是很好的 也有提到 對於自由的看法 他說來到香港 他的感覺就是 這個地方 本來是在書本上認識而已 就是在智慎上認識 不過來到香港 他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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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有人 到今天還是這樣 因為是在追尋自由 而受苦 suffer because of death 他完全同意 黎智英 和Jimmy Line 有關於言論自由的看法 也同意他 有關於宗教自由的看法 但是他說 我 他爭取自由 但我也同意他 我也是 在這個自由的問題上 跟他見解一樣 但我從來不需要 我要花任何的時間 一分一秒 hours days weeks months in prison because of it 我從來不需要 因為要爭取自由 因為同意言論自由的見解 是花任何的時間 無論是 小時也好 日也好 星期也好 一個月 我從來不需要 他說到這裏 我 就是 見到 我前面的 左邊的 右邊的 有人 是不停地 抹眼淚 他很冷靜 不是很激動人心的演說 不停地在抹眼淚 亦都會提到 就是來到香港 他說 要分清楚 就是 香港的 中國人的 Chinese 和中國文化 和共產黨的分別 為什麼香港人 聽到他說 黎智英 或者說香港的情況 會抹眼淚呢 我想 大家都明白 也是說到 為什麼 那麼多香港人 會在那麼遠的地方 當 走來和他何愁 想見他一面呢 有人會覺得 殖民統治很棒 我經常都說 我是殖民統治走過來 英國的殖民地 走過來 在那裏長大的 有些人 未在那裏生活過的人 就會美化了 殖民地 有多好 真是美化了 殖民地 不是我們想像中 那麼正的 不是想像中那麼好的 但是 今天仍然在香港生活的人 或者離散了 離開了香港的人 為什麼很多人 都是懷念這個殖民地 昔日殖民地的一些生活呢 英女王 老婆 過世的時候 在香港的 英國駐香港的總領事館 那個鮮花鎮 大到不得了 對於在英國住的 英國人都是覺得很奇特 很奇怪 很奇怪 為什麼你們會對於一個 殖民主義的 這個君主的逝世 是會有這麼大的反響 這麼多人去哀悼他 他覺得很奇怪 和今天 這麼多人 特地 很遠的地方 去和彭定康何愁 我相信的原因都是一樣的 殖民地 可能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好 那段期間 那段日子 又或者 不是我們 就是 那麼美化 但是如果對比於今天 對比於今天 香港的情況 大家會覺得 尤其是 肥棒 主政 那五年 對於香港的政治文化 帶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 大家還記得 尤其是在立法會的選舉 他還保留著 功能組別 大家記得 不過 將功能組別變成 一年新九祖 就是在每一個行業 用一人一票的直選產生 對於香港人來說 是帶動一個新的政治的文化 選票的力量是很大的 不過很可惜 然後 九七之後 就 他們叫做另起勞造 搞一個臨時立法會 於是 將這個民主 已經倒退一大截 臨時立法會之後 九七之後 再開一個正式立法會 但是 大家都有一個期望 開了個頭 既然民主 是不是香港都可以 用一人一票的普選 產生立法會 產生特首呢 這樣基本法 承諾了 誰知道 一屆推一屆一屆 一屆推一屆 什麼都沒有 到今天 變成一個威權的 獨裁的政府 立法會 正正式式變成垃圾會 所以 人家懷緬彭定康的原因就是 除了我們很理性地覺得 彭定康是為香港的民主 香港政府的問責 揭開了新的一頁之外 亦都看一看 對比 肥鵬 那種親民 是吧 去喝涼茶 吃蛋撻 很幽默 很銳致地去說話 和今天的官員 一個極度強烈的對比 這班官員 全都好像英武學舌一樣 香港越來越倒退 香港倒退到一個點 大家就會覺得昔日 殖民來的管治 彭定康做末代港督 是幾個美好的日子 我覺得 我理解就是這樣 當然 大家會覺得彭定康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即使已經離開了香港 已經卸下了末代港督這個位 二十多三十年的時間 但他仍然是 為香港 做了很多事情 你自己上網看一看 看看 做一點點Google search Google一下 他為香港近幾年 因為香港的民主 自由 法治 人權 極度倒退 近幾年為香港發聲 的頻率之高 他無需要這樣做 他可以養天年 幾個女兒這麼大 已經為人妻為人母 可以享受世界 他還為香港說那麼多話 八十歲 已經 最近一次就是 他做了一個聯署 就是講香港人 BNO那些 就是下一代 在這裡讀書那些 那個 大學的學費很貴 幾萬磅一年 很多人都負擔不起 那麼他希望呢 一個聯署就是 和香港人去爭取 可不可以和本地生 大概是九千多磅 和幾萬磅相差很多倍 大佬五六倍 同等的學費的待遇 這樣 他做了這個爭取 也都在 這個 反送中活動五周年的時候 也都是說 接受不同的地方的訪問 講說 香港很不幸地 將 管治權交了給一個濫權的警察 蓋炭 這一點 都在這個 就是 香港的開放180年的時候 也都有接受訪問 講 他昔日那個 在香港的 認識 理解 和做港督的情況 就是他為香港人 奔走 呼號 為香港的人權民主 譬如說 四十七人案 黎智英案 他都做了很多的呼籲 譴責這個特區政府 當然特區政府也很討厭他 也都是 應變反駁 就來反駁他 這樣 但是 大家給我的感覺就是 肥鵬值得人 敬佩 值得人外大的地方 就是 力道的港督 沒有人出來說話的 在山那些沒有的 而且 有些港督是反對彭定康的做法 大家知道 彭定康在 英國的這個政壇裡面 對香港的政策 你說他是不是有很大的影響力 我覺得不是 即使在保守黨的年代 他也不是很大的影響力 何況是工黨 不過 他作為一個人 他是很無私地 他沒有什麼政治的野心 都八十歲 他為香港說話 也不會說得到什麼好處 但是他對香港的感情 我覺得是真的 他為香港人 心痛 對於香港今天那個情況 淪落到這個地步 而覺得是 感到內心很難過 這個是真的 我記得他在不同的場合 看到香港人 香港人都問他 我應不應該回香港 有些香港人 我應不應該回香港 他覺得很難回答這個問題 很難回答 覺得是很痛苦的一個決定 這個也是真的 很難得的一個 一個英國人 只不過在香港 做了五年事 雖然是香港最 最有權力的一個人 做了五年事 但是他去香港的感情之心 我的感覺 是比很多 香港人 很多 有權力的香港人 深厚很多 因為很多 現在香港有權力的香港人 覺得香港都不重要 拆散他有什麼所謂 阿爺看起他的烏紗保住 就行了 難得的就是彭定康 對於香港 甚至在英國的政治裏面 都沒有什麼影響力 沒有什麼權力 但他仍然為香港說話 這件事 我覺得就是 為什麼香港人去懷念他 為什麼香港人聽他說話 會聽到眼淚淚 不是他說 香港有什麼問題 而對於香港眼淚淚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他 在這樣的 情況下 一個 對香港 有這麼深厚感情的人 一個英國人 仍然為香港 做了這麼多事 是感動得 流起淚來 我覺得是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他在他的講話裡面 最後呢 他是稱讚香港人 就是說 我們爭取的自由 過往 就是他九七前那五年 他感覺很深的 就是香港人 爭取的自由 這個自由呢 是他們自發的 是真正的自由 不是由上面去決定的 不會受到很大的規限 他也是 因為他接觸過很多 的 香港的 這個 離散的團體 是 香港人 很快 來到英國之後 搞了很多 不同的組織 他讚他們做的工作 他說 這些團體 為香港人 做了很多事 他說 他很有信心 他很快 在英國國會裡面 會有香港來的議員 甚至 英國的首相 會是香港人做的 當然 這個是一個很樂觀的估計 我都希望 承他貴然 香港人在這裡 安身立命 甚至是 我覺得是 落地生根 很多人 我就很悲觀 有生之年 看到香港 會回復以前那個 光輝的樣子 我就 不是很大信心 但是 唯一的希望 來到這裡 離散了的香港人 十幾萬的香港人 或者更多 來到這裡 繼續是 落地生根 為了他們自己 為了他們的下一代 努力 打拼 我覺得是 我對於香港人 在這裡的期望 就 有一個片 大家應該看看 因為 最後 最後說 就是 生日會 生日會 應該有蠟燭 有生日蛋糕 這樣 但是 主辦當局 有一個令人驚喜的地方 不是生日蛋糕 是生日蛋撻 推出生日蛋撻 肥棒的反應 就是 我們叫他肥棒 就是有原因的 他來香港 肥了很多 因為他很喜歡吃 肥棒的反應 我拍照片 看到他 眼睛發光 他站了一會兒 拿著咪 他就說 是蛋撻 蛋撻 不要告訴我老婆 吃蛋撻 於是 就 走過去 拿著蛋撻 一口就咬 一口大膽 在這裡照一照一照 我們看看這條片 可以懷面一下他在香港吃蛋撻的樣子 多謝你們 暫時談到這裡 如果你有留言 可以在下面留言寫 可以like 可以share 可以subscribe 可以看你的廣告 有新片照片 你按個小鈴鐺 就會告訴大家 多謝你們收看 繼續支持我Patreon 和深澤口法的頻道 拜拜 好 我們會有一個人 我們會有一個人 在香港 HKCC的街頭 在香港 哇 我們會有一個人 對 你的人 好 你會有一個人 你會有一個人 的 我們會有一個人 來自拍照 我們會有一個人 的 好 好 好 如果我都很不太好,就不太好 我一定会有很大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這關於我們所有的情報 但是我們會很敘 請你走位置之下 你們也會玩 счастливо 我們將來更多的機會 以他們將每晚都會尋找個拍攝 但他会出席很短的 所以是那好吗? Megren and Tom? 是的 非常好 谢谢大家